欢迎收看世界秋永Cooking Time 我是Titan 上一次我们用到这个小帮手 果汁鸡来做出了一个浓汤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用到我们的小帮手 反正果汁鸡可以万用嘛 在家里面就是可以尽情的使用它 我们今天来做这道菜就是 印度的菠菜咖喱鸡 比较特别 你在家里面可能比较少做到 就刚开始来鸡肉鸡皮朝下 我们把鸡皮的油逼出来 其实可以不用加油 只要你的温度没有到太高的话 你逼出来的油它也是金黄色的 那这个油的耐热点 没有超过它自己本身的一个耐热点的话 它是不会变成烈化的油 这个鸡皮其实蛮多油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油 等一下来炒我们一定要炒的这些材料 稍微煎一下 它的香气会来得比较好 在吃到皮的地方 它就比较不会像你一般用水煮的方式 是比较Q软的 它会吃起来稍微带点焦香味 然后也带一点点比较硬的这种口感 其实这道菜 它会稍微炖煮一些时间 鸡胸肉就会很不太适合 做这道菜还是觉得用鸡腿会比较好 那也可以用鸡翅 但是鸡翅的话不要炖太久 煎到它像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给取出来 切成块状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先来做酱料的部分了 蘑菇下来我们先来炒 蘑菇下去它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刚刚的鸡油 全部都湿透到蘑菇里面 所以你今天吃这个蘑菇会特别的香 炒到它有点点颜色焦香焦香的 洋葱下来 把它给稍微炒香 浆下来 然后蒜 可以留一半之后再加 辣椒粉 咖喱粉 然后我们的孜然把它放进来 那说咖喱粉一定要炒出来会炒 对稍微加热鸡肉进来 炒久一点点没有关系 加一点点的高汤 我们让它煮一下 这个时候小帮手就要出现啦 香菜筋的部分 然后烫熟的菠菜把它加进来 绿辣椒 然后加上一些些高汤 这时候我们就来把它给打成鱼状 这样就可以来 有点像青酱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来完成最后的一个步骤 我们刚刚有切了一些番茄把它加进来 让它这个韵味会更好 然后小帮手打了菠菜汁 大概小火煮个6分钟 煮到有点点酱汁浓稠了 我们把盐加下来调味一下 然后一些些黑胡椒 最后我们把蒜加进来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盛盘吧 来 又到了试吃的时间啦 鸡皮煎过之后吃下去 它的口感比较不会有负担的感觉 其实菠菜本身有一些苦味 但是被咖喱的味道盖掉 那咖喱本身有一些药材粉的味道 也刚好被菠菜去中和掉 所以我觉得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match 又教了你一道 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印度料理 所以你在家里面一定要做好不好 这一改去我们顾应太 下次见囉 拜拜